我们的直播继续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呢 今天在南海宣布 我国正在南海北部神湖海域进行的 可燃兵试采获得了成功 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了 在海域可燃兵试开采中 获得连续稳定产能的国家 可燃兵学名天然气水和物 是一种高效清洁 储量巨大的新的能源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国南海北部的神湖海域 也是我国正在进行的 首次可燃兵的试开采现场 我们看这个正在持续不断燃烧的火焰 它就是现在正在从一千多米的水深以下 分解提取上来的 可燃兵所产生的甲烷气体 这标志我国首次可燃兵试开采得到的成功 同时这次成功也是世界上 对于此种类别的可燃兵的第一次试开采成功 南海北部神湖海域的天然气水和物试开采现场 距香港约285公里 采气点位于水深1266米 海底以下200米的海床中 自5月10号正式出气至今 以累计产出超12万立方米 甲烷含量高达99.5%的天然气 实现连续超一周的稳定产气 标志着我国进行的首次天然气水和物试采宣告成功 我们从5月10号正式出气四点火成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连续开采了8天了 每天的日产全部超过了1万方以上 最高日产达到了3.5万方 这样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年来一定的目标 可燃冰是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的条件下 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化合物 预测资源量相当于 已发现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两倍以上 是世界公认的一种清洁高效的未来替代能源 因绝大部分埋藏于海底 所以开采难度十分巨大 目前日本加拿大等国 都在加紧对这种未来能源进行试开采尝试 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或未达到连续产气的预定目标 此次市开采成功 不仅表明我国天然气水核物勘查和开发的核心技术得到验证 也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综合实力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这一次天然气水核物的市开采成功 我们是忧心抢占了理论和技术高底 实现了我国在天然气水核物开发上 它将会是继美国宴起革命之后的 我国引领的天然气水核物革命 将会推动整个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变 日军稳定产气超过了一万方 以及持续超一周的连续产气的时间 这两个指标在之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功的实现 而完成这一历史性的飞跃 我国的科学家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天然气水核物的市开采一直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2013年日本曾尝试进行过海域天然气水核物的市开采工作 虽然成功出气 但六天之后由于泥沙堵住了钻井通道 市采被迫停止 第一是这个市采的取气量要达到一万方以上 第二是连续产气一周 现在目前我们都达到了这个目标 非常是超而完成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成功是在世界海域天然气水核物的勘察开发上的成功的第一个国家 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国科学家利用降压法 将海底原本稳定的压力降低 从而打破了天然气水核物储存的成长条件 之后再将分散在类似海绵空隙中一样的可燃冰聚集 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一套水杀气分离核心技术 最终将天然气取出 我们这次呢 用了这个地层流体抽气法 从单层的考虑降压 变成了关注这个流体的抽气 这样通过保证这个流体的抽气来实现稳定的降压 降压方案充分体现了它的这个优越性 也是保证我们这次市采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也是在国际上的从理论到技术方法的一个创新吧 我国实现了首次成功试开采可燃冰 这也标志着我国可燃冰的勘弹工作 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甚至有望改变全球能源供应的格局 那可燃冰这么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能源 到底长什么样呢 它外形四兵 那为何又可以燃烧呢 让我们呀通过记者的镜头去认识一下 这个神奇的新能源 可燃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气水合物 就是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的条件下 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化合物 从外形上看上去 可燃冰就像是白色或浅灰色的冰雪晶体 这时候如果有火源 它就可以像固体酒精一样被点燃 所以被称为可燃冰 如果将同能体积的固体酒精和可燃冰同时点燃 可燃冰的燃烧时间远远长于同体积的固体酒精 可燃冰就像变形金刚中机器人争夺的能量块 占用体积小 蕴含的能量却不可估量 事实上一立方米可燃冰 可以分解释放出160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 据估算在世界各大洋中 可燃冰总资源量大约相当于全球一致 煤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的两倍 储量巨大 高效清洁 燃烧值高等特点 使得可燃冰被誉为21世纪最具商业开发前景的 绿色清洁战略能源 也成为各国竞相研究开发的热点 可燃冰不仅储量巨大 而且高效清洁 燃烧值高 那么这种绿色清洁的能源 到底它能干什么呢 可燃冰是天然气和水 结合在一起的固体化合物 外形与冰相似 由于含有大量甲烷等可燃气体 因此极易燃烧 同等条件下 可燃冰燃烧产生的能量 比煤石油天然气要多出数十倍 而且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弃 避免了最让人们头疼的污染问题 科学家们如获至宝 把可燃冰称作属于未来的能源 可燃冰的最大特点就是能量密度高 它占用体积小 却蕴含大量的能量 举个例子 一辆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 一次加100升天然气 能跑300公里的话 那么加入相同体积的可燃冰 这辆车就能跑5万公里 可燃冰使用前景广阔 但同时也存在风险 据顾散 全球海底可燃冰的甲烷总量 大约是地球大气中甲烷总量的3000倍 如果开采不慎 导致甲烷气体的大量泄漏 将可能引发强烈的温室效应 如何安全经济的开采可燃冰 并且从中分离出甲烷气体 依然是目前各国研究 和利用可燃冰的核心难题